大家好,我是隋藏区奥主,为名乎的小鲤鱼 在争冠之治第七集,沙盘为大家讲述了 李靖李济灭东突厥之战 升行协力后,唐太宗在长安顺天门举行盛大的献赴仪式 他没有杀掉协力,而是命泰普寺好好接待 此举为太宗获得了人性 四鱼军长来到长安,为太宗上尊号天克汗 在游奴民族中,天是极高的信仰 汉书匈奴传说,禅于七国称之曰 称离孤徒禅于 称离在匈奴人那里是天的意思 孤徒是儿子的意思 所以匈奴的禅于就相当于中原的天子 用于指代最高统治者 突厥的沙布略可汗全称为 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 伊利巨卢社,莫合史波罗可汗 也是在开头表明自己是天生的 但不论是匈奴的禅于还是突厥的沙布略 都只是说自己是天的儿子 到了唐太宗这里呢 好家伙,直接就是天本体了 天可汗嘛 从中也可以看出 唐灭东突厥对四仪的震慑心理有多么巨大 要知道,仅仅在四年前 唐朝还是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的那一方 而协力则轻率十万铁骑 硬马未水,躊躇满志 那种步步生机 万无井发的境界,游在眼前 短短三四年后,定向静置于一变 而成为东突厥的葬身之地 如何能不令人震惊 不过对于天可汗的名号 有一些人表示,根本不稀奇 突厥和回合后来也有天可汗 只不过中原王朝好面子 把它翻译成登利可汗,登利可汗 他们还会科普说 突厥语的天就是腾格里嘛 对此我想说 首先,唐太宗是第一位天可汗 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在太宗以前,没有天可汗这个叫法 是太宗用他的武力将怀柔 打出来个天可汗的名号 后初决那个登利可汗 不了解的还以为多厉害呢 但其实是个亡国之军 就这也配叫天可汗嘛 其次,唐太宗的天可汗一直继承了下去 玄宗时期,周边的少数民族 仍然认唐朝皇帝为天可汗 后初决那个天可汗有多少人认 回合的天可汗继承下去了吗 因此不论是从深度和长度 唐朝的天可汗 都绝不是突厥和回合可以来碰瓷的 大家不可听了一些网络的营销号 就妄自菲薄 唐太的万国来朝似于岳福 不是那些营销号能够想象的 说回协力可汗 他在长安的日子过得并不开心 毕竟从突厥可汗变成了俘虏 是个人都没法接受 征官六年 唐太宗见协力整日闷闷不乐 提出让他去国州做刺史 理由是国州有很多张禄 可以像在草原一样经常打猎 开心一下 但是协力拒绝了 太宗虽然他做了右卫大将军 赐给他很多田窄 贞官七年冬十二月 唐太宗在汉代查安城的魏阳宫 知久款待冯志黛和协力 这个冯志黛是冯昂的儿子 属于南域 协力是前突厥的可汗 属于北敌 他们俩一南一北隔着上千公里 但此时却同时出现在大唐的首都 并且都是作为陈属 太上皇李渊点名要协力跳舞 同时令冯志黛朗诵诗歌 两人只能照办 李渊见协力跳舞 哈哈大笑 说胡岳一家自古未有也 太宗捧起酒杯对太上皇说 儿子我能平定突厥 都是有赖父亲您的敦敦教诲 当年汉高祖刘邦曾经在此地制酒 他妄自尊大 是儿子我不能效仿的 太宗说完这番话 底下人皆户万岁 这段史料虽短 但是信心密度却出奇的高 首先是诞生了一个名场面 协力跳舞 有些好事的网友甚至为他起了个外号 叫长安武王 如果站在协力的角度想 这件事其实是非常屈辱的 但站在李渊的角度 那就十分过瘾了 毕竟当年自己做皇帝的时候 可没少被协力欺负 甚至一度吓得想要迁都 现在协力被捉到残 可不得找个机会好好羞辱他一份 太宗对协力相对来说较为友好 当众羞辱他的事 太宗做不出来 不过也不反对 毕竟渭水之盟的心结 可伴随了太宗好几年 协力本人在跳完这支舞后不久 便死了 太宗追封其为龟翼王 为其上嗜好 慌 并按照突厥习俗采取火葬 曾经叱咤大漠的协力可汗 就此走完了他的一生 然后来看唐太宗对李渊说的那番话 表面上看 太宗是在夸李渊 但实际上是在损他 这里就要说到刘邦在魏阳宫的那次宴会了 汉高祖九年 公元前一百九十八年 刘邦在魏阳宫宴请佩献的父老乡亲 刘邦小时候 他老爹并不喜欢他 因为刘邦不爱劳动 游手好闲 现在刘邦到了皇帝了 那自然得去老爹面前显摆下 只见刘邦捧着酒杯 到他父亲面前说 我年轻的时候 老爹你不喜欢我 认为我是个无赖混混 不如二哥力气大 能干农活 现在您再看看 我和二哥比 谁的工业更大 唐太宗表面上是在批评刘邦小人得志 当了皇帝还不忘记给老爹摆了眼子 但更深一步的想 太宗这不也是在把李渊比作刘邦的父亲吗 刘邦小时候不受他老爹喜欢 太宗为秦王的时候也好不到哪去 要不是自己动作快 到时候李建成等级 死的恐怕就是他了 因此 太宗的这番话多少透露些酸溜溜的味 他仿佛是在和李渊说 老爹啊你不是不想让我做太子吗 看看我现在干的成绩 你觉得我这个皇帝当的可还行 其实早在突历来想的时候 太宗便感慨说 当年太上皇向突厥称臣 正是痛心疾首 现在突历来想 多少应该可以洗刷从前的耻辱吧 仔细评评 这里面是不是有点埋太老爹的味道 关于李渊向突厥称臣 史料中多有避讳 这里太宗属于一不小心 说漏了嘴 李渊听闻协力被申请 亦十分正经 他说 当年汉高祖在白灯山被围 报死也没能报仇 现在我儿消灭突厥 看来我真是托付得人呀 我寻思李世民不是自己 孤注一掷发动政变 才当上太子的吗 又不是你主动封他的 不管了 反正李渊就是很开心 他在临阳阁治久 召来太宗诸王 宫里的各妃嫔和王公大臣 李渊当晚估计是喝嗨了 他亲自弹起琵琶 然后太宗很配合的翩翩起舞 大臣们也纷纷举酒庆祝 那一晚我相信李渊的内心是复杂的 经过武德朝的血以腥风 大唐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帝王 但是李渊却永远的失去了两个儿子 我们曾经说过 李渊这个人对亲近之人是十分友好的 没有原则的好 这大概和他幼年丧父的经历有关 如果李渊不是皇帝 我相信他会是一个好父亲 但他的悲哀正在于无法兼顾父亲和皇帝的角色 说完老李家这点事我们把视线移回到朝堂上 大破突厥唐太宗对有功之人一一加以封赏 如李渊被封为宾州大都督府长使 贞观十一年封为英国公 有的小伙伴可能觉得 李渊这么大功劳怎么才封个长使 这关不小 毕竟宾州大都督可是日后的唐高宗李渊啊 而且李渊只是姚岭 日常管事的仍然是李渊 李刀宗被封为刑部尚书 张公锦封邹国公苏令方封左武侯中狼将 薛万彻封统军 李渊升任尚书佑谱位居宰府 原先的尚书佑谱是杜如慧 但是杜如慧此时因病去世 所以太宗把李渊提了上来 补了这个空 不过李渊在宰相的位置上却极少发表意见 因为他知道他现在功劳太大 所谓数大招风 所以谨慎一些不是坏事 比如刚破突厥那会儿 萧宇就弹劾李渊 说他纵兵抢掠 竟然不给朝廷留点战利品 太宗没有表态 过了阵子 唐太宗跟李渊说 当年随朝的十万岁大破打头可喊 随文帝不加以赏赐 反而还把十万岁打死了 郑不会像随文帝那样的 你纵兵抢掠这个事儿呢 朕就不追究了 你的功劳朕也会命人给你记上 又过了阵子 唐太宗又和李渊说 小李啊 前阵子有人说你坏话 朕可没有被他蛊惑哟 你也不要把这个事儿放心上 当上上书幼谱业后 李渊沉默寡言 梅雨实在参议 寻寻然似不能言 战场上雷厉风行的将军 到了朝堂上 却像不会说话一样 不得不说 李渊把他的谨慎细微 带到了生活之中 贞观八年 公元634年 李渊以足己为友 请求辞官退休 太宗对曾文本说 自古以来 身居高位 享受荣华富贵的人 很少有能知足的 李渊能识大体 振兴甚伟 于是下诏受李靖特靖 让他在家里一样天年 唐太宗命李靖 每三两日至门下 中书平掌正式 这便是日后 同中书门下平章式 官名的由来 到了唐太中期 没有这个同平章式的头衔 哪怕你是上书左右谱业 你也不是宰相 贞观九年 公元635年 太宗欲将土一魂 他左看右看 感觉还是得让李靖带病 可是李靖此时 傅贤在家 太宗遂跟身边人说 哎呀 土一魂那边 要是能让李俊为帅 该有多好呀 李靖听闻此事 立马 腰也不疼了 腿也不酸了 一个箭步 跑到房元林面前说 我老是老了点 但是做个土一魂 还是轻轻松松的 至于那个足疾嘛 这两天突然好了 没事的 太宗大喜 虽然李靖挂帅 出征土一魂 那么李靖是怎么灭 土一魂的呢 我们过两集再细说 李靖如此的小心谨慎 以至于让一些人认为 他在灭东头绝之战中 是故意放任 手下抢掠的 目的在于自污 自保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区讨论 收完朝廷内的论功行赏 再来说说草原部落的安置 协力是被擒住了 但是东都绝部落里还有几十万人等待安置啊 对这个事儿 大亚唐的朝堂爆发了一场极为激烈的争吵 总体来说分为两派 一派以魏征为首 主张 非我族类齐心必义 坚决反对 把突厥部落安置在黄河一南 另一派以温彦博为首 主张效法未尽 把突厥安置在河南 一来可以填充空虚之地 二来可以展现大唐开阔的胸襟 这场辩论非常精彩 接下来让我们来仔细的看一看 首先是一些朝市上书 说建议把突厥分散瓦解 散落到衍州郁州等中原腹地 教他们耕地纺织 这样经过几代后 突厥人就会融入汉人之中 此举可一劳永逸地解决北方编换 然后温彦博上述 进一步提出 把突厥安置在五颜赛下 让他们为大唐看管国门 北方的薛烟陀 要是有个什么风吹草动 第一时间突厥就能知道 对这些意见 魏征提出强烈反对 魏征说 突厥为患已有五十多年 和中原人多有冤仇 如果把他们分散到中原腹地 难道就不怕那些 在对突战争中战死士兵们的亲属 向突厥人复仇吗 秦汉之境 匈奴人面受薪 毫无廉耻 弱则背负 强则反叛 汉朝用了那么大的力气 才把匈奴打退 怎么到了现在 我们却要主动欢迎突厥人来中原呢 且突厥人口众多 几十万人如果来到内地 不出了两代 就能生出上百万突厥人 到那时候 荆棘腹地将到处是突厥人的身影 这场景想想都可怕 所以万万不可把突厥人安置在黄河一南 魏彦博听完卫中说的话 不服气 他说 陛下为堂堂天子 自当得批四方 现在突厥破灭来头 我们如果不收纳他们 这不是显得我们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吗 四方的诸仪 又会怎么看待我大唐呢 至于反叛 魏正你是多心了 我们在危难之时 拉突厥一把 他们怎么会不心存感激呢 眼见温彦博拿出道义大旗 魏正立马调转方向 以使为鉴 魏正说 草草当年把突厥迁到内地 西境灭无后 江同等人劝说 静武帝把宣怒人赶出塞外 静武帝并未听从 以至于酿成后来的永家之祸 如果现在我们接纳突厥来内地 不是布了西境的老路吗 陛下如果采纳温彦博的建议 那就是养虎为患呀 这里魏正提到一个人 江同 他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喜荣论》 旗帜鲜明地表示 非我族类齐心必义 荣敌智态 不与华同 魏正在这里提出江同 自然是在警告群臣 不可重蹈五湖乱华的覆辙 接着 岩石谷 李百耀 杜水克 窦静等人也纷纷上书 建议太宗不要让突厥进入内地 窦静直接开骂 说突厥人就他妈是禽兽 师叔礼乐对他们都没用 不要想着遗迪能改掉兽性 把他们放在内地迟早会反叛 那么面对群臣们波涛汹涌般的意见 唐太宗是怎么决定的呢 诶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重点讲的 唐代机密辅舟制度 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意见 把东图爵部落安置在河区一带 并设立了北安 北府 北宁 北开 顺右 长化等七米都督府 一般认为 这八个都督府是一一对应的 有寄存关系 他们的位置如下所示 四都督府的首领分别是 北开州 后盖华州都督 阿什纳斯摩 又称李斯摩 北宁州 后盖长州都督 阿什纳苏尼斯 对 就是那个还算忠诚的苏尼斯 北安州 后盖顺州都督 阿什纳波碧 即协力的侄子 出力小和汗 北开州都督 史书中没有记载 艾冲先生认为 北开州都督是阿什纳中 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 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翻看下面两篇论文 做更深一步的了解 此外 唐太宗还设立了定乡都督府 云中都督府 这两个基米都督府位于阴山以北 定乡都督府下辖 阿什德州 苏农州 执师州 卑师州 玉舍州 益师州 六个基米州 云中都督府下辖 舍利州 阿什纳州 绰州 赫鲁州 葛罗州 等五个基米州 这十一个基米州 采取了草原部落的名字 进行命名 像阿什纳阿什德 是突厥的两大核心部落 植石州 对应植石部落 协力的心腹 植石斯利 就来自这个部落 接着 唐太宗又设立了 鲁利 韩塞 伊契 六个基米州 又被冲作六湖州 用来安置突厥内的苏特部落 位置也在何须一带 以上便是唐秘 东都厥后 太宗安置突厥部落的大致情况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唐太宗不听从魏征的意见 坚持要把一部分突厥人 安置在何须呢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 唐太宗的民族政策问题了 灭东都厥后 唐太宗封突厥小可汗 为北安州都督 唐太宗对突厥可汗说 想当年水温帝在夏州 盛州 安置你的祖父 启明可汗 随朝对他的恩德 不可谓不深准 可是到你叔叔协力可汗的时候 全然忘记了随朝的恩德 屡次侵犯我边境 正现在欲一改前朝做法 不再冲锋可汗 而是册封都督 你们要遵守我大唐的律令 好好地治理你的部众 不可妄想侵略 如果谁敢违背国法 朕必定会对他施加重罪 太宗这番话 道出了唐代摄制 姬米州的初心 何谓姬米州呢 姬米一词出自汉书 汉书司马向如传说 盖文天子之于仪底也 其以姬米误绝而已 这是司马向如在劝阻汉武帝 不要花大力气开拓西南仪 姬源自马龙头 米乃是牵牛的绳子 所以司马向如用姬米来形容 中央对边境一种较为松弛的统治方式 新唐书地理之中 对姬米制度有过一段总结 立来为学者们重视 新唐书说 唐兴初位侠于四夷 自太宗平突厥 西北诸藩及蛮夷稍稍内属 及其部落列至周县 其大者为都督府 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室 皆得侍习 虽共赴板级 多不上户部 然声教所计 皆边州都督 都督所领 卓以令氏 可见唐代的姬米制度 始于灭东都绝 唐太宗安置协力不重 大一点的叫姬米州都督府 首领是都督 且可以侍习 小一点的叫姬米州 在姬米州内 各部落实行相当程度的自治 而且不用缴纳赴税 但是姬米州作为唐朝的一部分 要服从唐朝边州都督的统治 实行唐朝的制度 法律 姬米府中内部也分好几种 有的 中央掌控力强 和中央腹地的政策 没什么区别 有的掌控力弱一点 属于典型的姬米统治 还有的是当地人自己搞的 相当于唐朝什么也没有做 某一天突然来了个远方的使者 说阿姆内嘎达成立了个姬米州 希望能得到大唐皇帝的认可 那唐朝也没有拒绝的道理是吧 但是这种姬米州 性质其实是藩属国 唐代由于地域广大 且征战不断 每一次打完仗 朝廷都要设一大堆姬米府州 下图展示了唐太宗 高宗 武州 玄宗 县宗时期的 姬米府州数量 太宗时期 姬米府州数量只有71个 唐高宗时急速膨胀 达到633个 武州时期略有萎缩 有588个 玄宗 466个 县宗 276个 但是以唐县宗时期的版图来看 这276个姬米府州 有很多应该都只是存在于档案中 实际上早就脱离统治了 总之通过这张表 大家应该能感受到 姬米制度在唐代的行政区划里 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而这一制度的形成 正是在贞观年间 唐太宗确立了 姬米制度的几个基本原则 部落自治 不交赋税 实行中原的制度法律 听从中央的军事调遣 向贞观9年 太宗罚土一魂 就征掉了很多突厥兵 蒸发翻兵使用翻将 是唐代前期得以急速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问题我们后面有空再详谈 贞观13年 公元639年 突离小可汗的弟弟阿什纳结社 发动叛乱 让唐太宗对当初在黄河南 设立姬米都督府的做法 产生了后悔 他册封李斯摩为可汗 让他带着不中迁徙到黄河以北 可是李斯摩无法扶重 且北边还有薛颜陀虎视眈眈 薛颜陀和突厥是死对头呀 所以这些突厥人最终还是选择 回到夏州 盛州一带 唐太宗没有办法 只能再次恢复 河区的基米辅州 唐高宗时期 基米制度仍能保持一个 良好运行的状态 武则天上台后就一言难尽了 尤其是随着后突厥复国 河区一带的突厥 苏特势力也跟着起来反叛 让武州、唐朝十分的头疼 开元九年 公元721年 当初为安置苏特人所设立的六湖州 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 叛军禁逼下轴 唐玄宗果断派兵予以镇压 同年11月朔方节度史成立 朔方节度史的成立 标志着自太宗以来 唐廷在河区一带所做的基米统治 宣告失败 想进一步了解 唐代基米制变迁的小伙伴 可以阅读谭吉祥先生的 《唐代基米州述论》 非常的短小惊悍 字字诸记 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再进一步的 讲基米制度了 下一集我们把目光移到青藏高原 来看看普玉魂的欣喜与灭亡 敬期待中观之志第九集 高原之国